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这还可以单独分开来做 是一样的 命门是跟我们肚脐对着的 就是我们先讲动作 首先 手按在肚脐上面 然后 跟你的 右手放在你的后面 找到命门 当然这两个是相对的 基本上你如果这样的话 找你就会找到了 它是在你的腰 第二和第三集图的中间 你们稍微再往下 稍微再往下 稍微再往下 好 把劳工血放在上面 女的是右手在下 男的是左手在下 好 你就这样放着不动 就可以了 是按压的 不要用太多的力 但是你不要松了手 没有挨在上面 就是手贴腹上面 不要用太多力 我刚刚昨天已经讲过了 就是人的劳工血 是对着这个命门 劳工血会出现的是热量 然后它会自动往你体内去传递 都是有一个传递过程的 然后命门 你单单的读按命门 它可以治疗我们的腰痛 尤其是腰气酸软的这种痛 还要受了过寒湿的这种的腰痛 另外一个 它可以生养 就是生羊以后 人的羊气上升 也就是免疫力上来以后 很多问题都会随着你的羊气上升 而解决掉 另外它还可以治 女性的跃间不调啊 男性当然可以补肾壮羊 治羊尾早泻 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尤其女人 也要多做一下这个动作 就是按这个命门 因为女人生小孩的 她都最会伤你的肾 也就是肾 肾是最累的 所以说生过小孩的女 那个女人一定要做一下 这个做法呢 就是每天需要坚持 也是五到十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五到十分钟的话 基本上人都可以全身都发热 然后全身发热的话 你可以再继续坚持到十五分钟以上 也行 如果你没有时间 你就做五到十分钟 全身发热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问一下 模特是 就是说吃饭的模特是什么感觉 现在就是估计我做的时间比较短 就是后 就是主要这个股部这个地方热 就是下半个被热 你这下半个被热 就证明你的腿和屁股 就是你的巴疗是有问题的 所以它先往下走 如果你上面呢 假如你的头有问题 或者你颈椎严重的话 它就会先往上面走 这个热量 你的那个就是巴疗和那个腿 是不是有问题 有一点 是吧 嗯 所以说我 大家就是说每天监机做一下 因为讲的东西 都是经过反驳做的 然后另外给换的条理 然后是有效的才会录这些东西 一般情况下 像这些方法都基本上都不会录出来的 因为你们就讲保守嘛 其实这个东西不是保守与不保守 是很多人 嗯 不认识这个东西的价值 所以太多录出来的东西 希望大家珍惜 以后会录的就是更多更好用的安全的方法 好 谢谢大家